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一生气就打起架 爸爸宋一国称最让自己担心的是三胞胎的个头 怕他们三个在那儿打群架 对于学习成绩 宋一国表示不希望给孩子任何压力 希望他们快乐长大 因为参加超人回来了 可爱的三胞胎一炮而红 就连爸爸宋一国都迎来事业高峰 三胞胎在节目里十分可爱 大家见证了三人一整年的成长 特别是宋明国 因为自带搞笑体制 成为国民表情包 不向爸爸去哪儿 有的小宝贝红了 就疯狂上综艺 宋家三胞胎红了 就慢慢隐退 没有继续上综艺 宋一国偶尔在社交平台分享三人 动态一宝粉丝相似之苦 不过作为小明星 私底下宋一国对儿子的才艺培养也很上心 三人有趣学吉他 架子鼓 电子琴 莫非以后 我们的宋明国 要成为钢琴小王子 迷倒万千亚洲女生 之前宋一国晒出 三胞胎幼儿园毕业的照片 看来三人离上小学 也不远了 不知道韩国小学 有没有中国小学 那样那么多作业 希望三个小宝贝 健康快乐长大 要是能再上综艺 就好了